所有的人做销售都要做到三个忘掉 第一个忘掉自己的长相 如果你认为你长得好看 你就容易扭捏作态 如果一个人你认为你自己长得特别丑 你就会自卑 你看那个学校里边学习好的人 就是忘记自己长相的人 凡是拿着镜子在这照来照去 一般都是学习不好的 学习好的人他不会觉得自己长得好看 他也不会觉得自己长得不好看 就是他不会因为长相而骄傲 也不会因为长相而自卑 忘记自己的长相你的气场就会出来 你不忘记你就觉得我腿粗 你就把腿往后缩 你觉得你的牙往外凸你就会无嘴 没忘记长相就不自信 第二忘记自己的性别 你不要老认为自己是个女的 哎呀我是个女孩将来找个好老公 就可以了 那人家男的瞎呀还是傻呀 非得找个你拖着你 在真正的竞争中间 没有人因为你是个女的就放你一马 也没有人因为你是个女的 就把单子让给你让你来钱 实力才好用 第三个忘记你的年龄 不要觉得哎呀我年龄大了 我这这这 年龄大了不依老卖老 年龄小了不依小卖小 不管多大的年龄都跟客户平等的沟通 你就会有望年交的客户 同龄的人喜欢你 年龄比你大的也喜欢你 年龄比你小的也喜欢你 你搞明白之后你做销售 就是不是打美 不是打妹 而是打成熟专业可靠稳重 好 好